今天想拍這個Facebook 或者現在改了名叫MetaPortolgo的開箱 剛剛今天就是我上次在Amazon買的東西就收到了 跟大家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盒子也挺漂亮的 還有些Facebook 看看 可以Zoom、Facebook 充了 手柄、手環、按鈕 用來按鈕 好 先放一邊 裡面還有一個 Menu 很重要的 接著就 有一個叉著 寫著 Facebook 在Facebook OK 插在下面旁邊的一個 這個就是它的 充電盤 看看 先放一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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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有一個充電 還有一條 USB C的 對 OK 那還有什麼呢 沒有了 好 好 接下來 我們就進入 setup的階段 首先 就是把Porto 連接到你家的Wi-Fi 當連接了Wi-Fi 之後 它就會嘗試去檢查一下 軟件 需要不需要做更新的 如果需要更新的 它就會下載它回來 在這個時候 你也可以進去Tour 看看它有什麼功能 或者features 在新的 在update完成軟件之後 就會再boot一次機 然後就要你confirm TNC 然後你就可以更改你的Porto Go的名字 接下來 它就會幫你聯繫你的Facebook Whatsapp 或者Workplace的帳戶 如果要聯繫Facebook 它就會將一個密碼給你 你就需要去到Facebook的Web site 然後聯繫它 如果要聯繫Whatsapp的帳戶 它就會將一個QR Code 給你用你的手機的Whatsapp 去掃取QR Code 這個器 即你的Porto Go 就會聯繫到你的Whatsapp帳戶 Facebook的帳戶 Git's in Google Git's in Google Jet's in Google Git's in Google 另一件我收到在 Amazon 寄來的 Back Friday 的訂單 就是 Facebook 迷是 Meta 的 Portal TV 跟 Portal Go 的分別就是 這個一定要放在電視機 使用電視機為 Display 所以 size 就小很多 我們現在開箱看看 後面有東西看的 說一些功能, 支援什麼 我們現在開箱看看 先看看 這邊就是一些 Menu 它是一隻 USB 不是, 是一個 Dedicate 的房侯 另外就是它的真身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Remo Control 打開了這塊板, 它就可以掛在電池機頂, 或者坐在電池機前面的桌子 遙控的基本功能都有, 十字件, Enter 件, Dedicate 的 Netflix 和其他 App 的擴件都有 它是用普通的3A 電池, 所以換電都很方便 好了, 今天的開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你們喜歡, 拜拜